全球人类正在经历一场 势不可挡的数码革命 还有因应气候危机的 脱炭竞赛等时代变革 全球劳动力市场在未来五年 将迎来巨大的结构变迁 世界经济论坛的2023年 未来就业报告就推估 每四个工作岗位 就会有一个出现变化 消失的饭碗会比新的岗位来得多 净损失1400万个工作岗位 像是银行贵员等等传统的角色 陆续被淘汰 而迅猛崛起的将会是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专才 好 未来五年 估计将近四分之一 或23%的职业岗位将发生变化 到时候高达8300万份工作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6900万个新岗位 换句话说 在太旧换新的职业变革中 全球1400万个岗位将会蒸发不见 这个数字相当于目前工作岗位总量的2% 到底谁的饭碗在摇摇欲坠呢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 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 十大最快萎缩的职业中 前五名分别是银行贵员 邮政服务人员 收银员和售票员 数据输入员 行政和执行秘书 这些传统角色将慢慢被自动化 传感器技术和在线服务淘汰 其中至少三分之一会不见 银行贵员和文员会在本世纪30年代前 锐减四成 同一时间 全球会出现800万数据文员失业大军 至于十大最快崛起的职业中 占据熬头的是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 可持续发展专家 商业情报分析师 信息安全分析师 金融科技工程师 除了榜首的就业增长可能略有下降 市场看好未来五年 另外四个职业和数据科学家 会增长超过三重 环保专业人士也会增加35% 值得一提的是 市场对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专家 求财若渴 不但是今年最抢手的人才 未来五年就业 预计还会增长超过四成 未来就业报告点出 绿色转型以及环境社会责任 和公司治理标准等宏观趋势 是就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超过四分之三受访公司 都有意在未来五年 采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 不过增长最快的职业 并非数码革命催化的职业 而是非技术职业 譬如重型卡车和巴士司机 技职教育导师 机械维修人员等 约200万个新岗位遍地开花 此外全球为应对气候危机而踏上脱炭之路 绿色相关工作岗位将如雨后春笋 国际能源署退估 每年将会诞生900万个新岗位 来到2030年 最深能源和效率以及低排放技术领域 将会创造3000万个饭碗 但是在迈向未来和职业转型之前 高通膨 经济增速放缓 供应短缺等经济挑战 是当前劳动力市场得先跨越的难关 解释路的硬币 保留 解释路 无法 疑惑 受责路